詞曲 李宗盛 長久以來我們都是站在人類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都是時候可以換一換立場 如果我是那個動物的時候 其實我是過著怎樣的生活 樓上就是住院部 就是我們照顧一些嬰兒的地方 這些是我們香港很典型的 在街上流浪的社區貓 現在先吊著鹽水吧 主人不要 他說他家裡的大狗咬他 就是打架 所以就遺棄了他 每次看到被遺棄動物 路問題遺棄 沒錢不醫 不報警 免得煩 你聽來聽去都是這些 我們人類究竟有沒有進步過呢 你看看動物雖然牠不會說話 但是牠們的尊嚴跟人類是一樣的 我真的會覺得 其實牠們要的不是我們的同情 或者拯救 其實牠們是要一個機會 為什麼香港的社區動物是這麼慘 完全沒有一個生存的空間呢 去到哪裡都被人投訴 你好嗎 貓貓 政府直到目前為止 牠對私人繁殖是沒有規管的 不停地生產很多動物出來 而那些動物往往就是 賣得出去的那些還是很幸運 生出來不夠漂亮 不夠健康 那些又如何呢 又去戶處 或者扔出去 又去戶處 你好嗎 肥貓 十二三年前 自己開始養貓 之後就留意多些關於動物的資訊 物權益是一個公義的問題 作為一個公民的一份子 都必須去關注這個公義的問題 第一就是說你不喜歡牠 但你不可以傷害牠 又或者就是說 正正是因為還有很多人不喜歡動物 法例才更加應該要保障到牠 你不可以因為你不喜歡牠 就去虐待牠 為了我們的社會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對我來說 沈德的兒子走來這裡 都是一個挺大的負責 但我也做過這個選擇 因為我真的不想牠將來成長 在一個虐待動物當牠吃生菜的社會上 一個城市如果對動物是沒有公義的時候 不關注的時候 牠對人又是否一樣是有很多關注 或者是有足夠的公義呢 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去想的 我用我的能力去引起一些反思 引起一些討論 我可以和幾個志同同合的人 一起去承納一個組織 去約見一些官員 因應每個人自己的擅長能力 用回基督教的說法 就是因應你自己的感動 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寫作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自我反省的一個過程 基本上我是一個很安靜的人 做動物權利 我有些想法 但我又未必是走得很前的人 有時我會在我的小說裡 加一些毒物 希望藉著小說去探究一下 人和動物之間互動 那個可能性有多少 一陣白光略過 是大街外面的汽車 一輛、兩輛 我寫《潤叔的新年》 或多或少 其實我是想探討 生和死的議題 潤叔雙手 交疊在空前 不知道去到第幾輛車 貓就忽然出現在白光中 兩隻眼反光 好像透明的玻璃 文學就是要超越雪教的 他不是來跟你講道理 或者教訓你什麼 文學家的責任 只不過是反映他所見到的那個世界 我藉著一對文學的眼鏡 我看到這個世界是曖昧的 是複雜的 是混沌的 我就在我的小說中 反映他出來 我覺得信仰其實就是 對人生的探討 如果我在我的小說中 已經在做過這件事的時候 我不需要刻意去提及一些術語 放一些信仰的訊息 其實這只不過是靠口的層次 真正感染到別人 令人感動的不是雪橫夢 是一個心靈的契合